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25號星期三 在今天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備受好評的保健品 三高代謝寶 現代人的生活很忙碌 但是不能忽視了健康 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 很多都是因為代謝失調所造成的 三高代謝寶正是為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壓患者 而特別設計的食療補充品 它融合了多種天然成分 反饋效果非常好 了解詳情可以點擊下方的鏈接 或者直接撥打北美熱線電話 希望三高代謝寶幫助您賣相更健康的生活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美俄加沙方案都被否 拜登表示必須確保哈馬斯不再用平民做盾牌 芬蘭表示 海底能源管道破損是中國船隻造成的 以色列獲救人士的言論被大陸媒體曲解 來看詳細內容 根據官方的聲明 美國和俄羅斯在25日 分別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了 關於解決加沙衝突的方案 但是兩個提案都沒有通過 在當天 中俄否決了美國的中東問題解決草案 而俄羅斯的決議草案 沒有獲得足夠的審議票數提出 據報導 兩份草案都譴責哈馬斯10月7日 對以色列平民發動的恐怖襲擊 並敦促採取行動解決加沙地帶民眾的生存問題 文本當中的主要差異在於 美國支持的提案中提到了國家固有的自衛權 而俄國主導的提案中呼籲以色列軍隊 立即取消加沙平民前往南部地區的疏散令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表示 他對否決權深感失望 而以色列大使埃爾丁說 以色列繼續受到從南到北的攻擊 並詢問安理會成員面對這一現實有何感受 他說 這是公然的雙重標準 以色列感到 聯合國委員會甚至沒有採取任何 有一點道德準則的人應該採取的最基本步驟 爾丁強調 以色列擁有自衛權 哈馬斯應該對加沙巴勒斯坦局勢負全部責任 哈馬斯組織已經犯下了危害人類罪 也是在當天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以色列有責任回應哈馬斯的入侵襲擊 但必須承擔保護平民生命的責任 拜登在25日表示 加沙地區已經無法回到攻擊前的狀態 他呼籲重新努力實現兩國解決方案 他在玫瑰園指出 後續必須要確保哈馬斯不能再恐嚇以色列 並利用巴勒斯坦平民作為人盾 拜登還表示 重要的是要記住哈馬斯並不代表巴勒斯坦人 哈馬斯躲在巴勒斯坦平民背後 這是卑鄙的 也是懦弱的 這也給以色列帶來了額外的負擔 雖然他們追擊哈馬斯 但這並沒有減少按照戰爭法行事的必要性 以色列必須盡其所能 儘管很困難 但仍要保護無辜的平民 在當天 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 支持以色列打擊哈馬斯 這是眾議院議長約翰遜 紮實5日下午當選後提出的第一項措施 拜登說 他認為哈馬斯決定發動攻擊的一個因素 是因為美國正在實現以色列和沙特之間 關係正常化的外交努力 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 但我的直覺告訴我 這是因為我們在以色列區域 和整個中東區域一體化方面取得了進展 我們不能放棄這項工作 他呼籲 應當繼續就以沙和談 促進更多的進展 在前線進展方面 以色列軍隊25日在4條戰線上作戰 打擊了加沙、約旦河西岸、黎巴嫩和敘利亞的目標 在同一天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以色列和真主黨進行了跨境交火 當天 戰鬥機襲擊了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軍事基地 和一個觀察哨 而真主黨武裝分子 向在以色列北部的阿維維姆地區的以色列士兵 發射了一枚反坦克導彈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他們的部隊進行了還擊 芬蘭和瑞典等國家的多條波羅的海能源管道 與電信電纜遭到了破壞 日前公布調查進展 美國媒體指出 芬蘭的調查人員發現 一艘中國集裝箱船可能是造成一條海底管道破損的原因 芬蘭警方下轄的國家調查局聲明表示 懸掛著香港旗幟的集裝箱船 新興北極熊號疑似出現了船毛儀位 損壞管道 海底調查隊伍在天然氣管道破損的區域 搜索到一個重達6噸的船毛 懷疑這艘船隻可能是船毛的來源 現場調查員發現 當地海底出現了一條由船毛造成的1.5至4米寬的脫痕 這是導致管道損壞的直接原因 芬蘭警方指出 波羅的海海底天然氣管道和兩條電信電纜在同一天破損 都是外地造成的 同時 一艘掛著香港旗幟的船隻與另一艘掛著俄羅斯旗幟的船隻 當天都出現在這幾個區域附近 也是在同一天 中共政府聲稱將會配合有關的調查 自上週開始芬蘭政府已經把中方船隻視為主要的嫌疑者之一 頻繁要求與中共當局溝通 目前這個事件的發生原因還在調查當中 除此之外 芬蘭愛沙尼亞和瑞典愛沙尼亞段路的電信纜線也有受損 芬蘭當局24日發布消息表示 他們認為芬蘭愛沙尼亞段路的電纜損壞也與這艘中方船隻有關聯 在中方船隻引發猜想之際 社群媒體也有圖片顯示 新興北極熊在挺靠俄國聖彼得堡港之後 顯示船隻上少了一隻前茅 目前這艘船正在俄國北部水域航行 可能正在返回中國 芬蘭調查員表示 曾經多次試圖聯繫這艘船隻的船長 但是一直沒有回音 這次惡劣的事件 直接導致芬蘭的管道天然氣供應受阻 芬蘭準備通過向櫻科港運送液化天然氣來解決需求問題 在安全危機增加的情況下 北約增加了對波羅的海的巡邏頻率 並且增加了對管道的防衛 預計維修工作在明年4月份才能完成 在以哈戰爭期間 兩名遭到綁架的以色列老年婦女被哈馬斯釋放 原因是為了延緩以色列發動地面攻擊 其中一人接受了採訪 媒體廣為報導了她所遭受的嚴酷經歷 然而中共卻操控媒體 廣泛傳播相反的消息 聲稱這名婦女誇讚哈馬斯如何友好 報導全力配合哈馬斯的宣傳 公開消息顯示 85歲的利夫什茨23日獲得釋放 在接受媒體採訪中 許多媒體報導了她遭遇的慘痛經歷 利夫什茨說 哈馬斯衝入了她的家中毆打家人 部分青紅皂白地綁架了老人和孩子 她表示 自己遭到綁架之後 被橫放在了摩托車上 頭在一側 腳在另一側 身前身後坐著兩名武裝分子監視她 他們還用棒子毆打她 導致她呼吸困難 後來她被帶入了一個像蜘蛛網的潮濕地道關押 經歷簡直是無法想像的殘酷 而在上海的觀察者網報導當中 卻選擇性的引用了另外一段內容 強調老人所說的 在被關押期間受到了哈馬斯的人道友好對待 避而不談被綁架的負面經歷 立場與中共官方完全一致 採用有關言論作為美化哈馬斯攻擊以色列的工具 對此 海外X平臺網友認為 由於利夫什慈83歲的丈夫仍然在哈馬斯的控制中 所以她會在發言中談論自己在被釋放時 與哈馬斯武裝分子握手告別等內容 防止危機到家人的生命 而她遭遇的毆打 綁架經歷同樣是真實的 網友諷刺說 中共操控媒體誇哈馬斯人道友好對待人質 說得我都想被他們抓一下了 友好為什麼要抓你做人質 是為了保護你嗎 自今年年初的間諜氣球事件以來 中美兩國的關係陷入歷史的低谷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2023年年會期間表示 他認為 美中關係有影響世界的能力 美中和則世界和 兩國還有獨特的能力 如果兩國完全分割 就可以毀滅世界 對於這種說法 臺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 告訴希望之聲 基辛格的說法沒有太大的意義 很類似於家和萬世興 就是一個很魅俗的 非常常識性的一種說法 他表示 宋國成認為 所謂的美中和世界就和的這種說法 從發展的歷史來看 中美關係不只是地緣政治上的競爭對手 因為中共始終認為 美國是要圍堵阻止中國的崛起 不讓中國發展等等 他說 宋國成還表示 基辛格的言論 也反映了一種說法 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的安全體系 將領彼此制度的差異與意識形態的分野 不就已經證明了美中 實際上 長久以來就已經分得非常的徹底 所以並不存在一旦這樣的關係出現的分裂和破壞的時候 世界就會遭遇到毀滅的情況 不存在這樣的邏輯 宋國成還表示 基辛格的言論 也反映了他長期以來的立場 是傾向於中共 他說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斐真的採訪報導 由於存在強迫勞動擔憂 多名美國國會成員致信國土安全部 要求停止中國山東省與遼寧省加工的海鮮進口 並且停止所有存在奴工活動的中國廠商對美合作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指出 根據《紐約客》雜誌發表的非法海洋項目報告 在中國 強迫維吾爾族勞動加工的海鮮已經進入美國供應鏈 報告顯示 數千名的維吾爾族人被重新安置 從新疆被轉移到了煙台等地的中國海鮮公司 從事加工廠內的工作 CECC還表示 這些產品包括魷魚乾等產品 被大量的出口到了美國市場 甚至進入了美國的學校與軍隊食堂 CECC還說 為了防止維吾爾奴工產品普及 應當對中共增加制裁 委員會的主席眾議員史密斯24日在聽證會上指出 這些做法嚴重侵犯人權 違反了美國的法律 他也提到 中共漁船長期被用於在爭議海域擴大主權主張 這對美國國家安全產生負面影響 中共官方日前正式宣布解除了李尚福的中共國防部長職務 免去他與秦剛的中共國務委員的職務 對此 旅澳學者李元華認為 中共軍隊幫派分明 習近平對中共火箭軍高層 國防部長等高官的整肅 牽動了軍隊從上到下的大調整 內鬥激烈 軍心不穩 一旦開戰的話 會出大問題 中共官媒24日報導宣布了有關的消息 除此之外 中共科學技術部部長和財政部部長也出現了人事變更 在今年3月份 習近平開始了他的第三個國家主席的任期 李尚福也是在3月份被任命為中共國防部長 升任國務委員 而秦剛則是在去年的12月30日被任命為中共外交部長 今年3月份升任中共國務委員 兩個人都是習近平親自提拔的 中共本屆5名國務委員 兩個遭到免職 中共官方對任免沒有給出任何的理由 同時 目前距離北京香山論壇只有5天 外界推測 中方可能在香山論壇接待外國防務官員之前 會任命新的國防部長 時評人古春秋對希望之聲表示 李尚福和秦剛的最終結果並不出人意料 意外的是 中共國防部部長的任命至今仍不明確 他表示 古春秋認為 李尚福的結局落定 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多多少少可能也受到一些牽連 儘管張又俠看起來暫時安全 因為習近平目前還需要他維持軍隊的穩定 近期中共軍方高層受到大力度的清洗 幾乎是人人自危 呂傲學者李元華表示 中共的官僚體系 包括軍隊都是分幫派 互相鬥的 一人得到 雞犬升天 他們都是必須的跟著幫派走的 撤職這麼多人 這一下子整個的震動非常大 軍隊本來就不穩固了 導致軍隊可能會出現問題 他表示 火箭軍在換 裝外部在弄 整個軍委在調整 國防部長變 那這底人全跟著變呀 就跟習近平一上台 把他全換上了 就跟那意思一樣 他得全力用自己的 所有部門全換 這個變動當中 影響多少人的情緒 所以幹不了啥大事 好多人就被弄了以後 就想看笑著 所以他那種內鬥內耗 無形的 什麼事都做不了 包括打仗 打仗絕對出問題 另一方面 李元華認為 李尚福之所以被撤換 原因之一也包括他耽誤了習近平拿下台灣的所謂統一大業 因為他貪腐當中作假 這麼多年他還投了這麼多的錢 這要打仗了 整個軍備買的東西 或者設計的東西他用不了 因為中共的核心問題就是糊弄事 這是一種黨文化 他一樣是互相騙的 古春秋表示 目前中共正在準備對美國進行一場 被外國媒體稱為魅力攻勢的行動 似乎想和美國緩和關係 為習近平下個月出訪美國鋪路 同時中共又積極擴展核武 向美國及其盟友加大了武力威脅和挑釁 其實中共軍隊內部非常不穩 人心涣散 高層將領各個貪圖富貴和安樂 而目前則是前途不定 中共手中握著的已經不是什麼槍桿子 而是一顆不定時炸彈 隨時都可能被引爆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王霄的採訪報導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同時歡迎您加入希望之聲TV的會員網站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再見